这些线馆是4米的 长度不够的地方 就这样子用指头接 有的地方要用到弯头 打上胶 也就很牢固的 我每次都说 这栋房子的改造 每个地方都有很多 看不见 而且又摸不着的地方 像今天走的这些线馆之类的 如果没有拍出视频的话 可能大家以为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走线 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很复杂的 我们用到的材料也是很多的 其实最大考虑的 也都是为了 以后在这边生活要方便一些 朋友们好 我是石头 今天上午我们去城里面 买了一些材料 师傅们在这边做工 这个视频要赶快拍了 现在厨房的那一间 已经打好了基础 要不然这个视频水管啊 还有走线的位置 大家都看不到了 我们先走到茶室的背后 我们先从总电源的位置 我们边走边和大家来聊 这个视频呢 我估计会移近到底 我们的电表是在这块的 这两天已经给它移过去了 现在所有的电线还有水管 都已经提前布置好了 我们边走边来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接过来的总电表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从这边分出去 相当于在茶室这一间 这一面砖墙 以后可能我们会做一些酒柜之类的 然后呢 把这个家里的一些灯线的总杂 我们全部都是安装在这一块 这边有一个总的总杂 这边是网络的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们出来的是有六根线 三个房间有三根总线 还有茶室 有厨房 还有客厅 我们看这个线是怎么走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三个卧室里面 我们的线用的是2.5的线 主要是用灯的 还有的是四个平方的同心线 四个平方的同心线 主要就是为了装空调 还有插板的 这边 这根线往这边走 从这边走 然后呢 从这边走到前沿位置 这是预留的一个以后射灯的线 相当于以后我们在这边 搞野村 有朋友过来坐在院子里面 晚上的话 我们就靠这一根线来照明 大家看到了吧 包括这根线 这个茶室的顶 也是用这根线来做的 那这边 预留的是有三根网络的线 为什么我们要留这么多线出来呢 现在我们做这个灯线 大家其实如果懂的朋友 一看就知道了 留了这么多 我们预防的是 如果每个房间超负荷 跳砸了之后 它会单独的关闭掉这个房间 其他的房间 它是不受影响的 相当于每个房间 每个茶室厨房 我们都是有单独的总开关 它只会 影响它自己的那块区域 其他地方它是影响不了 大家明白了吧 这边是一个插板的线 预留的是四个平方的线 当然我们所用到的都是国标的 而且都是品牌的线 包括我们用的水管 都是大品牌的水管 可以看到 这边留出来线头的位置 这是一个进入茶室房门的一个开关 就在这个位置 当然那天师傅们来装这个管子的时候 我并不在 我去买材料了 这个管子实际上是装错了 应该往里面走 到时候这边要挖一个眼出来 这样子装的话不太好看 因为以后茶室这边的木板呢 我们是准备要保留 所以说 这根线呢 我们要重新布置一下 这边是一个房间里面的 开关和线 我们来走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 我反正就这样子和大家 总体来介绍一下 看大家到时候有什么 我们再一起来聊天吧 大家看一下 中间大概这个房间是比较小的 本来我们是预留两米的长 这个也差不多 两头分别是留有那个梳妆台 还有那个长头柜的 每个长头柜的上方 我们是预留了插板 还有开关 这边也有个 这两个是这个房间的 到了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房间的总线源 都集中在这块 这边是进入房门的开关 以后这面墙我们是做玻璃的 其实严格来说 如果不做玻璃的话 开关是装在这块区域是比较好的 但是做了玻璃是无法装开关的 所以说只能装在这块区域了 到时候我们这个房间呢 要从这里做一个隔断 然后背后也是一个房间 相当于这边也是一个床头柜 这边的床是从往这个位置摆放的 那边呢 是从那边位置摆放的 刚好是相反 那这个房间 进门呢 从茶室的背后 也就是从那个位置 开一个门进来 那边也是有总电源的 这个房间要宽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一个床头柜 那边还有个床头柜 这边都是预留好线了 底下绿色的是水管 二五的水管 这边是一个 卫生间的房门 在这边是一个 一个擦板 还有一个开关 走进去看一下 这边都是预买好的水管 我们用到了一百一的管道 还用到了七十五的管道 水管的话 我们用的是二五的水管 墙壁都已经预留了排擦的位置 这些是 有洗脸盆的 有马桶的 这边是洗脸盆 中间是马桶 在这背后呢 是领域的地方 上面预留的是 吊顶的线 基本上每个独立的卫生间 或者是公用的卫生间 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比较精细的 主要就是为了以后 在这边居住 一定要方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线管 都是从底下走 然后装了木板之后 就看不到这些线管了 走到这边的客厅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工具都摆放在这边 这边就是客厅了 这个地方是网线 还有排擦的线 这个地方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这边我们是留了地上的排擦 意思就是在地面 我们预留了一些排擦 到时候朋友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放上茶几 可以烤火 可以用电 地上有排擦 而且墙壁的位置 我们也是有排擦的 这个地方也是有排擦 这边走了一根线 到楼顶 从这个地方 然后做吊顶 做灯 都是在顶上 当然 这根线可能我们要 重新布置一下 从里面走 坐在客厅里面 不要看到这样的线 是不太好看的 在这背后 我们要做一个吊顶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是预留了线的 这个堂屋的顶 我们是准备做一个 斜面的吊顶 在那顶上 留的是空调的排擦 底下是冰箱 这边堂屋 我们就不留水管了 直接走到浙江卧室 从这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间就是主卧室了 这边墙 也是需要做玻璃的 所以进门的位置 我们是留了开关 床头的话 是靠着厨房那边 中间预留的是两米 两边分别都有床头柜 有排擦 有开关 顶上的话 预留的有灯线 这边 就是网络的线 还有排擦 所有的线 都集中在这块区域 在这背后 师傅们在 打一个基础 相当于用水泥杀浆 打一个基础 把所有的线 还有水管 全部预埋在底下 然后呢 明天后天 我们就可以开始贴瓷砖了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 是准备装马桶的 中间是洗脸盆 然后 这边还留了一个管道 这个位置呢 是放一个隐藏式的洗衣机 在这边 它不占地方 比较好用 在这边呢 是一个干湿分离的领域地方 所有的水管 我们都是相当于 埋在墙壁里面 镶嵌在里面 以后装好了水管的时候 贴好瓷砖 只看到水龙头 是看不到水管的 这边也走得有限 走到房顶 然后这边是做吊顶的 还有做浴坝的 这边 这边是四个平方的线 是接空调的线 其实是 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懂的话 这么说起来 是挺复杂的 如果一懂 那可能一看就明白了 这一间的话 是刚刚打了 一个水泥沙浆的电层 所以说我们是 不踩在上面 背后的公用卫生间 基本上和其他两个独立的卫生间 差不多一样的设计 但是这边的话 我们是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浴霾的一个水管 洗菜盆的水管 到时候洗菜盆会在这块区域 这边是进入房门的开关 这边是擦板 上面是抽油烟机的擦板 在这里下还有擦板 那个位置是 公用卫生间的开关 在这背后 有一个擦板 这个位置 是基本上应该也是一个冰箱的 擦板线 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吃饭的 以后我们准备在这块地方吃饭 多留了一个擦板 也在这一块 基本上整体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我们预留的有那个顶上的线 也可以装射灯 也可以装那种吊的灯 这个屋顶顶面呢 我们就准备这样子做 暂时的话 可能不会在这里做一个吊顶的 就是一个斜面的屋顶 到时候我们会买一些专门的 一些吊顶的材料 过来把它全部给覆盖住 到时候看不到这些瓦片了 这个视频是比较长的 也不知道 大家基本上看清楚 听我说的这么复杂 听明白了吧 视频的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院子 射灯的线 全部整栋房子 我们都是走完了 一直到这块区域 到时候我们可以 这排的话都可以装灯 今天有些业主 也看到我们的视频 到这边来看看我们做工 尽量怎么样 其实每天都收到很多私信 有很多朋友 想叫我过去帮忙改造 有的想让我们过去帮忙装修 看 房间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这栋房子装修改造 到底花了多少钱 其实你们从我拍的这个视频 也就是水电的视频 应该大家都可以算得出 我们这个费用到底用多少 其实这些水电 我们都是很讲究的 主要各个方面 我们都是考虑以后 人居住一定要方便 而且我们所用到的材料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达到了国家的标准 好了朋友们 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石头 喜欢请关注康剧饼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